德国无垛雪橇女将盖森伯格在北京冬奥顺意拿下金牌 不过在比赛的前夕 他曾经强力抨击大陆政府 赛后记者会不免让人家好奇他的态度又是什么 其实盖森伯夺冠之后写下女子单人三连霸的记录 但是最令外界关注的莫过于杀之前 抛红北京政府的立场 当然记者会上也被提问对于大陆人权的看法 不过他说目前人在北京敏感时机不会多做评论 但他随后补充还有很多话想说 只是要等到回德国之后 就在大陆举办冬奥期间 美国也马不停蹄 国务卿布林肯就趁机飞往澳洲展开四天的印泰国家访问 尤其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会议 显示积极拉拢盟友对抗中国大陆的决心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